生技健康食品业者葡萄王 被平面媒体报导指出 包括了灵芝王在内的六项产品 疑似将过期的食品篡改标签在哪来卖 十二十五昨天到葡萄王桃园工厂进行鸡查 目前还没查出改标贩售的情况 为贩售过期产品事宜 葡萄王第一代董事长夫人曾章岳现身证交所 强调整起事件是家族内斗被有心人士抹黑 葡萄王第二代曾盛林二零一四年正式接班 担任董事长一职 她说因为空降引发家族部分人士不满 对于媒体报导 他们将原本应该销毁的过期产品 篡改标签 延长有效期限 重新包装再贩售 他澄清在他任内贩售的产品安全无余 但对于兼任董作前贩售的产品 则余待保留 而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葡萄王疑似贩售的过期产品中 共有六项包括灵脂王 多糖灵脂王 Q10 纳菊一等近二十万颗已流入市面 过期食品事件爆发冲击葡萄王的股价 一开盘随即打入跌停 跌了二十三块 伪卖章数超过一千六百张 葡萄王强调 目前全力配合食药署的解体调查 重申绝无贩售过期产品 不过如果消费者不放心 一定会负起责任 保障消费者权益 记者黄立伟 红耀祖台北报道